每年的除夕这个一年又一年都会跟您相反共同来迎接农历的新年 而说起春节呢 如果真的是像一首歌所唱的 这个一年365天就是365里路的话 那么春节可以说是每一个人最重要的驿站 那么同时呢除夕的这天 不管相信大家身在何处在哪里 都会为着共同的目标而前行 那就是家的方向 而就在此时呢有一群人却走向了另外一个地方 那就是春晚现场 因为刚才我跟潘涛一直在聊年夜饭的时候 其实每年的这个大年三十 除了年夜饭之外 最重要的还是要看春晚 那么在今天晚上就是差不多 还有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之后吧 2017年的央视今年春晚就要精彩地上演了 那么今年的春晚不仅是有北京的主会场 同时我们还设置了四个分会场 这四个分会场分别呢是位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他们是上海 四川梁山 广西桂林和黑龙江的哈尔滨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先去位于西昌的梁山峰会场 来邀请我们的央视记者蒋林 给我们介绍一下哪儿的情况 蒋林你好 你好 蒋林 看起来你那里还是天光大亮的感觉 对 因为梁山的这个地方 因为地理位置相对可能更靠西一点 所以现在这里还是大太阳 而这样的好天气也意味着今天晚上的演出肯定能更加的顺利 我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儿的准备情况 这个就是我身后要跟大家说到今晚的梁山峰会场的主舞台 但我们现在看到的主舞台显得有点空 如果还有那么几个朋友的话 我们看到他们基本上都在拍照 实际上从今天下午大家身着好今天晚上的演出服饰之后 这个主舞台区域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合影的空间 可能所有参与的演员都要记录这样一个时刻 把参与春晚变成自己一生当中最美好的回忆 而我刚才是拉到了两个群众演员 因为他们穿得特别的漂亮 我要去简单的采访两句 他们特别紧张 所以由我来介绍他们名字 这个妹妹的名字叫做萧阿萨 旁边叫做马泽芳 为什么要介绍他们呢 因为他们是同学 他们都是从大梁山深处走出来 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西藏学院的大二的学生 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 他们两个人的家庭都实现了脱贫 所以呢在这儿我要给他们出一个小小的考题 让他们用这个语言给全国的观众朋友去拜年 来 新年快乐 吉祥如意 怎么跟你 大家听到了吗 刚才是这个普通话和乙语的这个双语的这个拜年 尽量让姑娘们少说话 因为他们说他们特别的紧张 还让他们流出更多的笑容 到今天的这个春晚的现场去奉送给大家 我说一说这两个姑娘 其实他们家里的变化吧 先说说这个肖阿萨 她的父母啊 今年在自己家已有的这个花椒树下呢 养了一千多只鸡 春节之前就卖出了四百多只 一下家里的日子又变得更充裕了 而马泽方家呢 虽然是在大山的深处 但是因为环境优美 开启了宜家乐 家里是有十二个客房 据说春节大假期间 这十二个房间已经全部住满了 此时此刻可能就有朋友 是坐在这个马泽方家的这个庭院里面 正在看我们的一年又一年 也给大家拜年了 其实除了说到这两个家庭的变化 我们更要告诉大家的就是 2016年的是咱们国家 十三五扶贫攻坚的第一年 我相信可能会有很多的家庭 在这一年的生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大梁山为例 仅梁山地区呢 过去的一年当中 就有11.35万人实现了脱贫 在过去一年当中 在大梁山 乡乡都建起了标准化的学校和卫生院 村村都通了公路 公路通了 游人就可以去到 更深处的大梁山的美景 而且每个村还建起了一个幼儿园 这也正体现出了教育 在扶贫当中的一个作用 同时每个村都通上了 洁净安全的自来水 通了光纤 所以现在可能会有很多的 遗族的老百姓 是住在今年竣工的移民新村里 看着我们的春晚的节目 在等待着春晚的开始 我们也希望把这样一份变化 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四川和梁山 提出的自己的这个扶贫的变化 我觉得其实也特别的好 叫做住上好房子 过上好日子 养成好习惯 同时呢还要形成好风气 今天春晚的现场 在梁山遗族自治州的这个地方 大概是有三千多名的演员 和群众演员 他们当中有不少人 可能就是从大梁山深处走出来的 而当家里的日子 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 我相信他们在表演当中的笑容 也会更加的灿烂 这就是我们生活 一点一滴的变化 我们也希望把这份变化 告诉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们从梁山分会场 所发回的直播的报道 把时间交回给北京演播室 谢谢蒋林 我真是羡慕你 又能够亲眼地看到春晚 同时又有这么美丽的 遗族姑娘作伴 真是好福气 而且蒋林的这个特点 就是他在现场 看到这样的美景 把这个主题还升华了 在大梁山 我们有了实时代的成绩 对未来 因为这份成绩而充满了信心 咱们要挣脱贫 的